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2007年的动作惊悚片,名为《战争》。 两名FBI探员,约翰·克劳福德和汤姆龙,在旧金山的一个码头仓库,约翰正在抽烟的地方。 汤姆问他在做什么,因为他通常不抽烟。 他询问约翰的妻子珍妮是否知道,约翰回答说,他不知道,并且要求他不要告诉他。 汤姆假笑着说他不会,汤姆提供了一根牙签,根据他可以帮助抵制吸烟的冲动。 约翰只是笑了笑,把牙签扔掉了,他们听到身后有声音,汤姆问约翰他数了多少射手,约翰回答5或6,同一个仓库是中国三合会,由于敌人防守严密,很明显,他们被告知了。 约翰开始抱怨,说他们因此,两人都失去了两年的工作。 另一个声音传来,汤姆让约翰看一看,约翰回答,只要只是一个眼神,他就会走。 然后两人重新装上了枪,给约翰一把线弹枪,给汤姆一把手枪,然后前往港口。 他们慢慢进入,在他们进入机舱门之前,检查每个角落和地方。 约翰注意到地板上有一个弹壳,上面有刺客盗贼的标记。 约翰尝试警告汤姆,但汤姆已经进入海港大楼,遇到了中国三合会。 他们开始交换子弹,但汤姆在进去之前熟练地杀死了很多人。 约翰,当他意识到汤姆已经开始发射子弹,全力投入战斗,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离开他的伴侣。 两人在港口杀了很多人,展示了他们作为枪手的技能。 约翰在与三合会交战时无所畏惧,因为他甚至没有躲避和掩护。 他只是无情地拿着他的线弹枪在他面前前进,如果有人准备开火来到前面。 结果,他和汤姆一起杀了一群人。 枪战过后,流氓掉进了水里,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,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以提供您的支持。 谢谢你。 汤姆过来检查约翰,约翰回答说他很好。 汤姆然后向约翰伸出手,他站起来问汤姆是否拿到了,汤姆回答说他开枪了当着他的面,那家伙已经死了。 约翰接着评论说世界上到处都是人,谁相信他们杀了那个人。 汤姆说约翰似乎认识那个人,约翰说黑帮雇用了一个独立的承包商来对付三合会,那家伙应该是最好的。 他还评论说中央情报局也利用了他,而且这家伙是一个神话,关于他杀死他的经纪人的故事也是假的。 他拿起一个蛋壳,给他看上面那个人的符号。 两人继续交谈直到警察到来,警察要求他们保持不动,但两人出示了他们的徽章。 几天后,汤姆在家中,接到了约翰的电话。 汤姆的妻子接了电话,让他等一下,他把电话交给汤姆。 在他把电话递给他之前,他让汤姆告诉约翰他不能在他面前抽烟。 孩子们,他以为他已经辞职了,然后汤姆接了电话,约翰开始和他说话,但在谈话中,约翰的妻子打断了他,把他的烟拿走了,然后他拿起起来女儿和两人出去逛街。 汤姆和约翰随后讨论了这个案子,约翰得知罗格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回。 汤姆还通知约翰,盗贼的尸体已被吞噬,流氓被推并死亡。 约翰与汤姆交谈后挂断了电话,然后他告诉他妻子说他们需要买些牛排。 约翰和他的家人正计划访问汤姆的家。 遗憾的是,据透露,流氓还活着,汤姆的住所被盗贼找到了。 他汤姆在浴室里实际入大楼,开始殴打他的妻子,听到他的尖叫声,汤姆出来了, 但被流氓射中,然后流氓把他扔进了一扇门。 他倒在里面,并看到他的妻子正在拥抱他的女儿,他们正在为他们的生命尖叫。 流氓首先用枪指着汤姆的头,但随后他将枪对准他的家人并开了两枪。 然后流氓放火烧了房子然后离开了,约翰在车里睡着了,当他醒来时他的妻子听起来很担心。 汤姆家外面有很多警察,看来房子着火了,约翰立即冲下车,开始朝房子走去,警察试图阻止他, 但他向他展示了他的徽章,警察让他通过。 然后警察告诉他说他们有三个死亡,一个是男人,另一个是女人,第三个是一个孩子。 约翰打开其中一个尸袋,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。 他开始大口喘气,然后看向他的妻子,他似乎也在哭泣。 约翰走进汤姆被烧毁的房子,开始四处寻找线索。 他发现了盗贼的枪壳,当他看到炮弹时,一名警察告诉他CSI需要扫荡现场,他们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。 然后约翰起身走到外面,戴上眼镜,然后张开拳头,露出一个带有盗贼标志的弹壳。 过了一会儿,一个男人开着跑车去俱乐部,他立刻允许进入俱乐部。 在里面,人们继续跳舞,神秘人穿过他们。 三合会的一些成员通过他们的相机看着这个,而那个男人砍断了一些守卫的脖子,继续走进俱乐部的私人区域。 他跟随一个被妓女牵着的男人,一个妓女哭着跑出片房,随身带着他的衣服。 三合会的一名成员然后走出去,坐在椅子上房间中央,他的手下继续赌博。 女孩从神秘人身边跑过,然后他进入一个房间,他跟随的男人正在与妓女发生性关系。 当妓女尖叫时,他朝那个人的头部开枪。 听到枪声,所有帮派成员都拿起枪,开始寻找骚动的来源。 突然,他们的摄像机熄火了,黑社会老大告诉他的狗去抓那个人。 狗跑了寻找入侵者,但就在他们转过弯时,他们尖叫着,然后是沉默。 然后这个人在拐角处出现,所有的帮派成员都开始了向他射击。 老板以为他死了,派他的一个手下去检查,但当他没有回来,他叫他。 但这一次,他的一只狗在拐角处出现,来到他身边躺下。 原来他脖子上绑着一颗炸弹,炸弹爆炸了,杀死房间里的所有人。 若然后向Triot成员走去,当该人问他为什么背叛他,流氓向他开枪。 约翰为他的同伴报仇,并承诺暗杀盗贼。 与此同时,盗贼挑起三合会之间的战斗和旧金山的Yakuzas,没有明显的原因。 流氓似乎在为当地工作黑手党章,当他在三合会中杀死他的儿子一样的人,并欺骗他思考他是由Yakuzas完成的。 然后他告诉那个男人的兄弟,关于一个在白手下工作的人,带他到茶馆的位置,敌对帮派在那里打架,而Roxo在窗边,捡起拿着狙击枪出来的人。 盗贼是一个优秀的战士,一个伟大的骗子,以及快速消失的专家。 在为张氏三合会工作的同时,他为日本黑帮工作,并按照他们的命令杀死了张。 然而,他并没有执行报名的全部命令,不按杀张的妻子和女儿,正如他向白承诺的那样。 约翰发现流氓接受了整容手术来改变他的外表,并追查到执行手术的外科医生,证实了他目前的身份是维克多孝。 约翰得到流氓谋杀白的刺客,并帮助张的妻子和女儿上车的照片,感谢他的守望者。 他将这些照片提供给被Robin诱到旧金山的Shiro,使用一对来自日本的珍贵金马雕像,其中一个是假的。 四郎命令他的手下折磨流氓,已发现张的妻子和女儿在哪里保留,但Rob逃脱并杀死了Shiro的手下,然后引爆了他藏在第二个手提箱,几乎杀死了除了白以外的所有人。 他决定用剑与白战斗,四郎也拿起了剑,当白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,Rob解释说,这是因为Shiro下令杀人。 Shiro思考着哪一种下令暗杀汤姆龙和他的家人。 他不应该命令这些女人和孩子被杀,Shiro认出Rob就是Tom Lone。 流氓谋杀了汤姆的家人,但汤姆能够为他们报仇。 汤姆接受整形手术来塑造自己作为盗贼,在杀死他之后。 流氓和汤姆的家人被谋杀三年后,汤姆回来了去救金山杀死白的对手, 追随着和白本人。 汤姆打算报仇他的家人死了,最后杀死了白。 盗贼开始了一场熟练的战斗,暴徒最终输了,揭示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, 这一切都是因为约翰允许他发生。 这增加了另一个有趣的转折,因为Rob在发现真相后斩首Shiro。 长夫人收到一个包裹,里面装着原始的金马雕像,还有来自Rob的消息,上面写着创造新生活。 侍郎的女儿,回到日本的人收到了同样的信息,还有一个装着白头的袋子。 Rob相撞召集到他们两人已知的第一个地点开会,约翰派了一名狙击手前往该地点,以暗杀到贼。 流氓和约翰战斗凶猛,面对面时,Rob暴露了自己成为汤姆龙。 约翰认出了汤姆的目光,并道歉,问他是否能原谅他。 汤姆采用了流氓这个绰号,当被指派射杀Rob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试图射杀他时。 约翰走到他面前,罗格从背后开枪打死了他,约翰向他道歉流氓,但流氓拒绝接受他的道歉。 汤姆,作为流氓,开着他的车离开,提着三盒会早先给他的装满钱的手提箱。 结束,谢谢收看,如果你想观看更多这样的视频,请订阅,打开通知并留下一个喜欢以帮助频道。 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,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以提供您的支持。 谢谢你。